楚王 你的封地定在哪儿了 回府皇 儿臣的封地在 在 等等 我自己此时先定下封地 这可是越泉之举啊 怎么了 既然都敢跟着一起来这大殿之上 还不敢明说吗 咱再问你 你的领地定在哪儿了 老六这样子 对比起来老四先前的帝王霸气 就有些差强人意了点啊 藩王外风 说的好听点 那是大明的藩王 但这些藩王离开大明境内 去境就藩 最终是要让他们去开拓一片 属于自己的皇朝 那是要去当皇帝的 软弱之人 如何称帝 父皇恕罪 儿臣 儿臣的封地定在了与四哥同样的方向 不过儿臣想要开拓海军 不瞒父皇 儿臣先前去找过楚一半仙 他让儿臣将主力都放在发展海军上 争取拿到海域的霸主地位 将来可以随时的进攻任何一个国度 同时也可以从各个位置 增援其他藩王 所以儿臣的封国 在名为澳洲的地方 那是一块巨大的陆地 四面环海 还是一个铁矿巨岛 儿臣 儿臣目前就是这么打算的 嗯 澳洲这块领地的范围好大啊 比大明地域都大出了不少 你小子也心道不小 不错 不错 楚一的建议很重肯 如若你的领地是这个澳洲的话 的确应该多发展海军 四面环海的地形 海面上的敌人 才是你主要去提防的对象 行了 既然定下来 那就这么着吧 不过这澳洲的领地实在有些大了 你一个人估计也利用不过来 今后你弟弟们若是也选中了这里 记得让着点儿 这天下很大 大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儿地盘 而闹得不愉快 啊 好好好 儿臣谨遵父皇之命 父皇 这是认可了自己了 父皇 儿臣 儿臣能不能向父皇申请一艘战船 儿臣想 想组建一个船队 去探探路的同时 考察一下这些地方 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引进咱们大明 我听楚一半先说 这沿海而下 有不少优质良种 优质良种 这件事你无需向我汇报 找你大哥 以后大小事宜都找你大哥 行了 现在这些事情咱也不想多过问 老五你呢 咱记得你情况比较特殊吧 父皇 儿臣今日前来 就是请命前往封国 封城就翻的 儿臣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横阳城 哈哈 你这小子 还心里不平衡是不是 你四哥和你六弟 那是要出门血战的 出征在外 哪有绝对的安全 你小子会打仗吗 楚一说了将来 我可是要入庙堂的人 要承受百姓香火万家供奉的朱大圣 其他的都是小问题 父皇 儿臣如今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知何时前往为好 不要问咱 你跟你大哥商量就行了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找你大哥 咱 退休 好了 你们兄弟几个的事 自己去勾兑就是了 早上你母后估计是生气了 咱得去哄哄去 你们几个也都滚吧 贤虚啊 今天胡维庸这宴会 明显就是个鸿门宴啊 他送咱们东西 咱们都收下的话 那岂不是就成了他的同党了 到时候万一东窗事发 放心吧 东窗事发是必然的 不会有万一的 就如今我这特殊的关系网 他若是能把我拉下水 那么顺着我 很容易就能接触到几位皇子 之后他就可以去全力支持 某一位皇子 等到皇子上位之后 继续架空皇权 邪天子已令诸侯 这应该才是他胡维庸 盯上我的主要原因 岳父也知道 我的实验场那边挥金如土 我需要自己弄点儿资金 这就算缺钱 咱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事儿要是让陛下知道了 嘿嘿走吧岳杖 别有心理压力 放松一些 咱们是来薅羊毛的 不过薅到的羊毛 我建议是直接送去给太子 咱们一个子不留就行了 好 贤虚我听你的 楚义先生 老爷有情 老爷 楚义先生到了 先下去吧 天命所归 胡相的书法着实了得呀 楚义小友 这应该是咱们第二次见面了吧 常言道 一回生二回熟 咱们现在应该也能算是朋友了 一会儿可得多喝两杯呀 楚义小友 近来你可是风头大掌啊 看陛下的意思 恐怕是有意义让你在朝堂之中继续抵运 将来必然前途不可限量啊 今后咱们说不好就是同僚了 可要请小友多多关照了 胡相过欲了啊 我也就是靠着点儿裙带关系 哪有您说的这么厉害啊 小友当真是自谦啊 太子殿下对小友那是颇为看重 而且这段时间以来 燕王 周王 楚王 秦王殿下 都在小友身边极为的活跃啊 小友之能 恐不是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吧 哈哈哈哈 胡相过欲了啊 我也就是周玄在数位皇子之间罢了 人马为了活着 为了更好地活着 稍微微谄媚一些 不丢人 哦 想不到小友竟如此透彻啊 小友能看透这些 当真是让人钦佩啊 不像我啊 纵然是一把年纪了 也才刚刚明白这些 哎 能看透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虽然是成功的周玄在了各个皇子之间 处处小心翼翼步步前瞻后仰的 但是效果好像也并不是很好的样子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却还依旧只是个小小的九品主部 虽是得了一处庭院作为赏赐 但是胡相 你看到了连进您的家门 纵然是手握请帖 却都没有一个单独的宣报 今日若不是能得月仗亲自带领的话 恐怕我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 哎 说来也是可悲啊 小友尚且年轻 有的是机会不是 你我二人 今日当真可谓是一见如故啊 若小友不弃今后便可叫我一声胡叔叔 今后若有可帮衬之地 我这做叔叔的 毅然竭尽所能 帮衬小友几分 胡叔叔其实当日在岳父门前 我就想称一声胡叔叔的了 只是当时生怕唐突 今日既然叔叔如此看重 那还请受我一拜 死者为大 死者为大 这一礼就当是提前参拜一下了